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Q 今天開始做這個靈魂伴侶給你的信息的7月份的這個主題的視頻 然後今天我有新家一副卡 就是我之前在Instagram上有po 就是可能新家這樣一副卡牌 然後是我之前在這邊做個人閱讀的時候 然後無欲中看到的 然後這副牌其實還蠻吸引我 因為它其實有一些比較直接的information會在卡片上面 所以它會相對而言可能就是用起來會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可能你是不太需要說可能太去熟悉它的guidebook 可能對於如果有想要學的就是學塔羅的人 我覺得這副牌可能還不錯 但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大陸或者是台灣有沒有這副牌買 然後因為我就在新西蘭買的 好 然後還是跟往常一樣 就是我還是要先解釋一下關於這個靈魂伴侶的這個主題的 就是這個GENERAL READING的一些東西 就首先這種就這個主題它其實是不需要選卡的 因為就是因為可能有一些人是在這個TWIN FLAME 或者是靈魂伴侶的這個旅程當中的 但有些人是不會的 然後這個GENERAL READING通常都是一個集合的能量 它不一定會關於就是跟每個人都相關到 如果你正好是處於這個集合能量當中 那麼其中可能有一些信息是真的跟你相關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那其實就可能就不是 所以這個其實是需要你自己去可能聽完整個視頻 然後去提取跟你相關的一些信息 然後關於靈魂伴侶還有Comic Partner 還有就是Soulmate的概念 然後我必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強調一點 就是說其實當你在跟一個人處理一段關係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反射和收復你自己的一些過程 然後這個經歷會帶給你一些你人生的一些成長 以及你自己能夠自我完善的一些東西 並不是說我一定要去找到另外那一半的自己 或者怎麼樣也好 就其實Twin Flame或者是Soulmate或Comic Partner 它只是你不同 人生中可能會經歷過不同類型跟你有連接的人 但是它只是對你來講只是一個標籤而已 就只有在對的人和對的timing的時候 你們倆的能量狀態是match的情況下 你們才有可能說是處於一個健康和諧的關係 你才能夠說可能更好的往下走下去 這個是我需要跟大家強調的概念 然後所以 因為其實不是所有人都會在Twin Flame 或Soulmate Journey的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也許你可能一直要處理Comic Partner 就是你可能前世的業障因緣的關係 所以其實不是所有人都會在這個裡面 所以你去提取到跟你相關的一些信息就好了 不是說所有人都會符合到 只有做Personal rating的時候 你才能會覺得說 這個人到底跟我是什麼樣的關係 但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去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只有當你自己能夠正確地處理 在親密關係當中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能夠更好的完善你自己的時候 其實無所謂他到底是你怎麼樣類型的戀人 所以其實就是你自己要在這個過程中去修復你自己 而且我一直想要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大家不要再Focus 就是說我一定要去找到我自己完美的另一半 或者說我自己理想當中的那一個去完整我自己 你要先Focus在你自己身上 因為塔洛白他其實給 就是對我而言 而且包括甚至其實很多西方的概念裡面來講 他其實是一個幫助你修復自我的工具 他有很多信息和建議需要給到你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通過這個狀態 去改變你自己可能的一個能量狀態 然後把事情往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 如果當你自己的內在的能量 或者說一些東西是依賴於別人身上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做真實的你自己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它的能量狀態是 在往一個越來越差的方向走的 就是這個能量狀態的改變 是在於你自己的手裡面 而不是在依賴他人 或者是別人可以給予你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可能在做這個reading之前 可能先需要講到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還要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可能整個的一個流程 對於新來聽我視頻的人來講 然後上面那一排是 關於南方能量的一些 進氣的一些狀態 然後下面這一排 就這一排的塔洛排是 就是關於女方能量的一些能量狀態 然後中間是連接的部分 然後其實還有一點就想講到的是 就是說其實南方 之前在很多這個視頻 這一系列的主題裡面 都會有講到說 南方跟女方能量 並不一定是指生理性別 有可能是就是說 因為有些比如說男生的 就生理性別難 但是可能其實我本身的女性 就心理性別上 當時女性成分偏多一點 那我可能就比較更符合 女性能量這一塊 所以你需要 需要去根據自己的一個狀態 然後去看說哪一部分 可能更對應你一些 就是這個 這個energy可能是有一點 就是在change的過程當中 因為每個人在不同的 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的能量狀態也是會變的 就可能比如說我在 呃 越來越強大的過程當中 我可能南方能量就更強了 或者說我在越來越 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收穫到了更多女性 細膩的東西 那我的女性能量可能就越來越強 所以其實這個是 關於你當下現在狀態 所以你要可能 兩方都要去感受一下 看可能你更符合哪一方的能量 然後這個三個是 就是你們關於 如果是真的是 在twin flame journey 或者是somic journey的 這個過程當中的 你們現在連接的 就connection的這個能量狀態 所以我會想說就是 大家可以去 其實自己去對應 但是不要很輕易的 去對號入座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 general rating而已 然後關於阿Q的個人占卜 的部分 我現在就是最近 稍微有一點點生氣的事情是 就是我希望大家 都是以一個尊重的態度 然後去去溝通 包括其實有時候 在視頻的評論下面 會看到一些 說你能不能講話慢一點 你能不能怎樣怎樣怎樣 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就是 每個人活著 不是為了去調好 別人的喜歡而存在 當然我也不是 我也記得大家 如果聽我視頻 或是喜歡我的人 應該都知道我 其實還應該是一個 蠻有個性的一個人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就是 我在做這樣一件事情 是可能提供一些價值 和療癒 和幫助給到大家 但是我並沒有理由 或者說就是 我並沒有就是 就是需求說 去滿足你的需求 或者說你的喜好 如果說你喜歡 那你就挺 如果你不喜歡 或說你有什麼要求 因為我不可能就是 就做到讓每個人喜歡 我也不會去做到這樣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 或者說你覺得有些方式 不是按照你的意願去做的 那不好意思真的 我沒有辦法去改變 就是包括其實 我有時候我會講 大家可以提建議 我覺得OK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真的是好的建議 或是怎樣的 我其實是可以採納 但是 就有些的時候 表達的方式 會讓你覺得說 就是其實 你在 就是表達自己的需求的 同時 有沒有想過 其實對方是不是願意接受 或者能不能接受 之類的 就這個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關於 judgment 還有一些 Lance without 就是這種表達的東西 我會覺得說 就是 阿Q的態度就是說 我不會去討好和迎合任何人 我有我的方式 方法去解牌和讀牌 然後包括其實在跟我做 個人占卜預約的時候 就有些人會覺得說 啊我要約明天的 但是我想跟你講說 其實你需要尊重別人的時間 和價值吧 就是 我不會是隨時隨地 standby的 你需要去可能提前預約 或者按照我的一些規矩和流程來 因為這個不是我的一個正業 我也在學習當中 然後我只想說 盡可能通過我的一些 呃 可能一些talent天賦也好 或者說一些 一些什麼東西也好 我是希望說 能夠通過這個事情來 給別人提供幫助 但也希望你能夠尊重 我給你提供的 幫助的一個價值 所以是希望 就是有講到這一點 然後跟大家就是說明一下 然後個人占卜的事情 還是通過可能instagram 然後去跟我確定時間 然後郵件 最後我來回覆郵件 然後去確認說 最後的一個一個流程 然後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今天我們還是先來繼續講說 這個主題 就是你的靈魂伴侶給你的信息 呃 因為今天的這個角度 好像我放的有點tricky 然後就是那個上面那個牌 我有點拿不到 好 那我就不拿了 我今天就不動牌了 因為之前有人講到我說 我就是一直晃 手晃 就是可能習慣性吧 就是講話會要手動 手不動我就可能講不出話 對 好然後先看到整個靈魂伴侶的 這個連接的一個整體的狀況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中間的這三張牌 然後第一張 第一張是Capricorn I use 然後其實這張是來自於Black Moon的卡 然後其實我覺得在 至少在當下的近期的 關於靈魂伴侶的 在如果處於靈魂伴侶這個旅程的 過程當中的人的話 他其實是 現在是一個雙方都開始進入到 一個可能更focus在你當下的一個 現實的過程當中 就是可能你更專注於自己當下的 一些實際的情況 你可能曾經是在天上的想法 現在開始覺得說 我可能要更現實一點 我可能要更物質一點 我不能就是老是把可能 比如說一段幻想的關係 或者說一段可能 也許是你們正在separation的過程中 也許是因為什麼東西會斷聯 也許是因為可能甚至是有一些 我覺得更多的是 這個能量的感受是 可能兩個人都在各自平行的生活中 focus在自己的各自的 可能物質上 事業上的一些東西當中 就可能開始已經沒有像之前那種 可能風暴已經過去的感覺 風暴已經過去 可能開始回歸到自己各自正常的軌道 開始覺得說 我可能要為自己的 將來去打一些基礎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stability的能量 就是有一定的穩定性開始 至少兩個人開始都是已經 我已經過去了那個 就是情緒的風暴的點 我看我們開始慢慢 回歸到自己正常的生活軌道上面 可能也去各自去經歷 人生中的一些不同的事情 所以有點像一個平行世界的mirror 就是可能大家都開始有一些 往前推進的事情 也許我覺得在這一段旅程的人當中 其實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因為 可能之前有連接 然後可能因為一些事情爆發 然後有一點點斷聯 然後導致一個separation的感覺 但也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出於 就是可能到現在 你還沒有遇到這個人 你跟他是一個平行世界的 一個努力狀態的一個點 這是兩種能量的一個狀態 所以看你是符合哪一部分的一個狀態 但至少現在當下的兩邊的狀態都是一個 我開始focus在自己的事業上 或自己原本的生活上 我開始專注於我自己的一些金錢物質上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還蠻好的一個牌 然後但是第二張牌 這是來自於我的新卡 然後但是我有點不知道這個怎麼讀 對然後我就不讀了 所以他其實這張牌他就講說 you needn't go through your current challenges alone help is nearby negative thoughts create self-fulfilling pro-fix 然後他其實有在講 這個好像是five of pentacles的那張牌 對 就是這張牌其實是原始台樓牌 five of pentacles 然後這張牌他其實有在講到說 其實你可能就是 怎麼說就是你不需要說 可能現在有的時候你會 其實我覺得這個牌可能更多於偏向於給女方能量和男方能量 其實都有一點更多偏向女方能量 因為我以後會講 就是你現在可能有一點固君奮戰的感覺 你會覺得說很多事情你自己一個人handle就好 你想要一個人去撐下去 就是其實你們兩個都有一點這樣的狀態 就會覺得說很多煩惱或者說很多壓力很多東西 可能是在事業上的東西更多一點 你有一點在拒絕別人的幫助 或者說別人給你提供的好意 其實這個其實是一個我們需要知道說 就是沒有一個人是可以獨立的 也不是獨立吧 就是可能 就完全不跟別人連結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是總是需要去跟別人 不管是朋友家人還是戀人也好 去找到那個之間的那個connection 如果那個connection是對的 你才會覺得說你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在這個世界上 回到本質的一個點就是其實很多人 就是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 其實就是在找一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都需要就是希望被愛 然後希望被認可 希望被理解 這些都是在找存在的意義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你需要去可能更open一下 就是把你自己的心扉去打開 不管是對於可能這個即將 你還沒有遇見即將來的這個soulmate也好 也有可能是你們可能正在separation的這個soulmate 這個twin flame也好 也可能需要一點就是可能說有的時候去承認自己的脆弱的部分 然後去接受不管是朋友還是這個對方的一些幫助 或者說可能去示弱一下說 可能我現在可能真的需要幫助 也許這個就是一個可能你們之間的一個突破的一個點 所以這張牌其實有在講到說 就是雖然你們現在真的是 所以我為什麼會講說 其實可能現在當下這兩部分能量 更多的是處於在一個分離的狀態當中 因為其實你們都在各自的平行世界中 就是獨自做著自己的事情 然後即便是你會有很深很深的孤獨感 因為你還沒有找到那個連結的部分 所以其實有在講說 其實當當這種感覺出來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說 你要去融入一個跟你不適合的集體 或去融入一個你不適合的環境 而是你可能需要在一個網內自省的過程當中 去尋找跟你合適的連結 這個是一個很 就是怎麼說很強的一個信息吧 而且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可能真的不要很多事情都一個人取成 你可能需要跟別人去分享 然後你可能需要跟朋友去尋找一些建議 這個才是說 可能你能夠把你自己的能量狀態 以及你們兩個之間這個旅程 往前更推進一步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建議 然後第三張牌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然後這個是來自浪漫天使卡 然後其實這個牌其實我又在講到說 關於soulmate 不管是soulmate 或者是 還是其他類型的戀人也好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當下你們在各自平行世界當中 去處理各自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 就有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理清 我們可以用感性去判斷 跟一個人是不是有連結 但是你也需要有理性 包括比如說 你可以跟他去聊各種 就是從聊天的價值觀 然後各種方面的一些分歧程度 你可以去知道說 這個人是不是你 只是你想像中的那個人 就有的時候我們 有的時候很多人 我覺得我跟他有很深的連結 我覺得他就是我的soulmate 我覺得他又怎樣怎樣 但是你真的了解他嗎 或者說你真的了解你自己 喜歡他的那個感覺嗎 你是喜歡被喜歡的感覺 被需要的感覺還是真的因為 這個人身上有一些點 然後是真實的點 是真正吸引到你的 所以其實在做任何決定之前 要不要跟一個人在一起之前 或者說我們要不要長久的 一起走下去的決定之前 或者說在遇見你的soulmate之前 你先要做的事情是 你要先去了解這個人 你要看這個人是不是真的跟我match 其實你自己是知道的 而不要過分去放大自己的 一些情緒和想像的東西 因為有的時候大家很多時候去 喜歡的是想像當中的對方 或者想像當中的就是那個人 而不是真實他自己 而且尤其是當你在一段關係當中 你是處於一個pretend的狀態 或者說你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現給他的時候 但是那個是真的你自己嗎 所以其實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 然後以及不要去 就是可能太孤立 或者說太獨立的去承擔 那所有的事情可能是當下你們兩個 需要面對的問題 就不管你們是認識還是不認識 就有的是我大部分 在這一次的排組裡面 其實大部分感受到的能量 應該是在一個separation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們應該已經認識很久 可能因為一些原因分開 但其實可能你們之間的可能短暫的了解 會讓你覺得短暫的認識 會讓你覺得說 其實我跟這個人好像真的很有連結 我們很有話聊 但是其實你還並沒有真正的了解到這個人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課題 為什麼你們還在平行世界的Miro當中 沒有重逢沒有交集的點 可能就是在於說這個 那個很深的連結到現在還沒有建立起來 可能你們只是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就是有一些化學反應的東西 你會覺得說 哦這個人可能好像就是對的 但是所以這個是整個的一個大的主題 然後因為那邊我的手有點短 然後所以那邊的牌我拿不到 然後我就大概講一下 然後上面的是關於南方能量的牌組 然後第一張牌是The Moon的逆位 也就是月亮的逆位 然後第二張牌是Ten of Cups 然後第三張牌是Night of Swords 然後第四張牌是Queen of Cups的逆位 然後第五張牌是Ten of Pentacles 然後首先關於現在南方能量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可能如果一直看下來 其實之前的幾個月份我記得的話 南方能量好像其實是處於一個不太好的狀態 但是現在我覺得感覺整體能量狀態 開始平和下來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事情要做 其實他有在考慮 你看Ten of Cups還有Queen of Cups 其實他有在考慮說 其實他可能在慢慢的這個能量當 能量緩和當中 他其實有在可能在想像 他其實有想過跟你有建立家庭 或者是一些幸福的一些事情的 就是未來計劃的建立的 但是因為他當下其實還有一些 issues需要去處理 而且他其實把你看 Queen of Cups是一個逆位 他其實有 他其實在他眼裡 在他眼裡 你其實是一個Queen的狀態 就是一個女王的狀態 但是你是會有一些 會讓他覺得有一些敏感 或者說有一些東西 會讓他覺得可能 他沒有辦法去handle的狀態 所以他其實 而且其實他現在在The Moon的能量下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裡面有很多一些 甚至說他自己還沒 他有想就是他沒有想清楚 他沒有想清楚說 我跟你這個人的連結 到底是不是真實存在的 我們也許是我們因為遠距離的原因 可能是真的比如說 兩個人不在同一個地方 或者甚至是在不同的國家 我都不知道說 我能不能去把這個 因為大鐵能量 大家先focus在自己的 就是視野上和物質上 就是我完全他沒有找到一個點說 我真的可以把我們倆帶到一起 變成一個現實的那個狀態 所以他還有一些 還沒有明朗的東西 或者還沒有想清楚的一些東西 即便他有想過說 其實我們在一起可以很幸福 或者甚至他會覺得說 因為可能一些 曾經發生的一些事情 導致於說 你們兩個可能有一些矛盾 或者分歧 他會覺得說 你的這個敏感 你的這個 可能多愁善感的東西 會不會就是 會變成一種額外的負擔 或者說 會再繼續困住他的一個能量 所以他其實在當下的狀態 他其實有 有想要說 Night of Swords 他有想要說 可能往前更推進一步 快速的去推進一步 也有可能是說 希望把一些他現實當中的一些 瓜葛和牵連 然後去去斬斷掉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Mystery The Moon的能量還有一些 可能有有可能是有一個第三 第3rd party的issues 需要去解決 但是我想講說 第三方不一定是 可能有另外一個人 也許是比如說 當下他更focus的事業上的事情 可能他需要有更 重要的事情去處理 他可能需要有 在這個方面 也許是事業上 可能有一個 當下的狀態下 可能會有一個 進一步的推進 或者說有一些決策 要去做 所以他在這個狀態當中 其實是 因為其實兩個人的能量 其實整體來講 包括Tender Pentacles 他其實可能更專注於在 事業上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大家各自的人生軌道 現在已經開始說 已經平行前進 至少說我覺得 步調是開始一致了 而不是說 之前一直是女方的能量 可能走得更快一些 但現在男方的能量 只是說 把一些負面的東西 可能開始慢慢的 已經清理掉了 然後只是說 有一些害怕 和一些沒有明朗的東西 還沒有出來 即便他有考慮過 或者說有想過 可能我需要 可能跟你往前一起 一起走下去 但現在他還沒有達到那個 就是ability 然後去讓這個重逢 或者是再次的聯絡 或者是再次的在一起的 這個狀態去變成現實 因為可能你們之間太遙遠了 不管是從實際上的距離也好 還是從心理上的距離也好 因為這個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其實有在講說 你們的心理上的距離 其實已經開始有一點點遠了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 之前看過 男方和女方的能量 應該都有一點 其實女方是有一點我在等 但是我還是要經歷 自己當下的一些狀態 可能沒有再更過多的focus 在這個連接當中 然後男方是一直處於一個 我還沒有完全想清楚 到底應該怎麼樣的狀態 然後從之前 有一點排斥逃避 然後有一點在 就是非常焦慮的狀態 已經開始回歸到一個說 我要開始回歸到 我自己正常的軌道 然後不管怎樣 我先focus在我的事業上 和金錢上的一些東西上 然後可能去讓最後 可能也許可能的連接 去變成一個現實 因為可能大部分的男生 可能還是會覺得說 我要先有 事業上的穩定 然後我才會去考慮說 relationship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整個一個 大體男方能量的一個狀態 然後女方能量的情況 其實 其實之前一直來講 呃 女方能量的狀態 一直都是處於一個 相對穩定的一個 一個階段 但其實我現在 現在看到有這兩張牌 我會覺得稍微有一點點 困惑 但是其實看完之後 我覺得稍微OK 看第一點 第一個 love choice and trust 然後第二張 three of feathers release and recovery 然後這張three of feathers 就是three of swords 就是寶劍三 然後在塔羅牌裡面是 就是heartbroken的牌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女方能量當中的 很多 很多一部分的你們 可能會經歷一些 需要面臨選擇 然後這個割捨的東西 對於你來講 其實是會有一些傷害 甚至是一些 讓你心碎的事情發生的 也許可能在你在 還沒有經歷過 就是你在跟你的 就是divine masculine 就是這個南方的一個 連接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發現說 就是其實你在經歷 你自己的一些事情 因為可能我之前 講到過說 現在女方能量可能更多 是在經歷自己的事情 然後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 你會面臨一些選擇 然後這個選擇 也許是人 也許是事 然後他會給你帶來一些 讓你覺得 可能一些是betray的事情 或者說一些 結束掉 然後突然某一個人 抽身於你的世界裡面 你會有一些 heartbroken的狀態 然後這個是 需要你自己去 release掉你的 emotional的一些 情緒的一些 情緒的一些東西 這個可能跟這個人 無關 是跟你當下自己 現在正在經歷的 一些分崩離析的選擇 和割捨的東西 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其實有 這樣的一個能量在 所以其實在這個狀態當中 你可能更需要做的事情 是先把你自己的 情緒的那些東西 清理掉 也許有的 就是那個healing的過程 那個修復的過程 你需要開始慢慢的 去把這些東西 去釋放掉 然後你才能夠說 把自己的能量狀態 往一個好的方向去推進 然後 為什麼我剛講說 其實女方的能量 其實也更專注於 就是自己的物質上 其實跟他10 of pentacles 其實是一樣的狀態 8 of crystals 然後8 of crystals 在原始的塔羅牌裡面 就是8 of pentacles 然後他就是一個 hard working的 一個一張卡牌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其實至少在平行世界的 你們當中 去各自在自己的生活 當中去努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能量狀態 然後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張逆味的牌 這是唯一一張逆味的牌 我在講說 其實可能你在 不管是工作上 還是可能在面對 處理這個人的關係上的 一些一些點 也許是因為可能 其實真的是在 twin flame的過程當中的人 其實這個過程 是非常的suffer的 然後可能會需要經歷過 很多次的分分合合 然後 就是很多一些磨難的事情 可能不斷的經歷錯過 和遺憾之類的事情 會導致於說 可能你會有一點點缺乏 對這段關係的一些信心 也會只是說 我到底是不是要再繼續下去 或者說我到底是不是要 再等這個人 所以其實 從我的角度來講 說其實 不管你是不是 在這個旅程當中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要選擇 真的這個 和你命中注定 可能有連結的這個人在一起 其實一切的選擇 都在你自己手裡 就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我要去suffer那個苦 可能最後得到那個 那個精神上的連結 可能是我最想要的那個東西 那ok fine 我去經歷這些東西 我就一定要那個人 我覺得ok沒有問題 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但是更多一部分人 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 就是人生很短 就是人生很短 我們沒有必要去浪費自己的時間 精力去在一些 就是可能去suffer的一些東西上面 但也許suffer的東西 可能會帶來很多好的結果 或者是一些可能意想不到的收穫 但那個過程 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和精力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承受得了 如果你是一個知足當下 或者說覺得說 我可以通過不同的精力 去修復自己的人的話 其實沒有必要 一定要選擇 就是可能需要經歷過很多磨難的這個人 才要跟他在一起 就是 自己去能夠去經營好自己 能夠處理好親密關係的部分 然後能夠找到 跟自己match的能量狀態的人 其實就已經ok了 無所謂它是你的twin flame 或者是soulmate 或者comic partner 所以這個其實是 有在這個旅程當中 其實你是有一點點開始失去動力 或者說失去信心對於這段旅程 所以其實我覺得ok沒有問題 就其實你只要能夠把自己的狀態 穩定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其實就是right timing 會有right person 這個是一個你需要相信的一個東西 然後第四張牌 king of feathers logic and justice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其實兩方都在一個更focus 在一個stability的上面 因為king of feathers 就是king of sports 他非常知道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他是一個logical thinking 就是可能以前 你可能對於這個人的幻想 或者對於這個人的想法 可能有的時候 都是在你自己的想像當中 或者說你根本就沒有去想過 實際可行 或者說我們倆真的未來可期的計劃 到底是什麼 但現在你把一些 你會覺得說確實 我們之間很遠了 就是可能是實際上的距離 或者說心理上的距離也好 有一點距離 所以你會覺得說 我更focus在自己的 現實的生活當中 有些東西其實 甚至是說 你有一點想要斷掉 這個connection的感覺 從女方的能量當中 因為其實你已經開始有所動搖 包括加上你現實生活當中 可能經歷過的一些 heartbroken的一些經歷 你在healing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這樣的連接 對於你來講 是有一些附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OK 你可以去做選擇 這個沒有關係 就是不一定說 我一定要繼續走下去這個journey 這個connection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覺得 跟這個人有很強烈的吸引 或者說你就覺得說 OK fine 我先做我自己的事情 直到我們有right timing 可以連接在一起 我可以更好的把自己修復 我覺得OK 因為其實我一直想要 跟大家強調的一個概念 就是戀愛和感情這件事情 它真的是一個 對於我來講 或者說對於每個人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事情 有它是景象添化的事情 至少你這個世界上 有另外一個跟你親密的人 可去分享 可以去談論一些東西 你可以 你不再是一個孤獨的靈魂 但是如果說你找到那一個人 你其實 你只是一個互相依賴的感覺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必要去 去找另外那一個人的 你需要知道說 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依賴的 只有你自己 不管 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陪你 就是跟你同年同月同日死 你總有一段時間是要孤獨的 你總有一段時間 你需要去依賴你自己 去面對所有的事情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這樣一個人 OK 你能夠找到跟你 這個世界上跟你另外一個 有連接的人 那是一個你的lucky 是你幸運的事情 但是如果沒有 其實我會覺得說 把自己慢慢收復好 變得越來越可以依賴自己 自己可以 就是可以 把自己的很多事情平衡和穩定掉 其實你的生活是非常 會往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狀態去發展的 所以這個就是關於整個 今天的靈魂伴侶給你的信息的視頻 好 謝謝大家